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万六千人 但是最坏情况还没过去 气象局发布橙色和黄色强降雨警报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型搜捕行动 警方上门拘捕五十名参与民主派初选领袖 还搜查了两家媒体办公室 决定拜登是否可以国会白宫一线通的 乔治亚州参议员复选已经落幕 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得票很近 成绩最快星期三才会出炉 五间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持续恶化的水灾消息 截至中午十二点 全国受灾元素已经超过了两万六千人 单单是重灾区彭亨 就有两万零一百人在救灾中心避难 根据福利局网站最新整合的数据显示 东海岸的情况一点都不乐观 彭亨马兰灾例人数上升到四千五百八十二人 大马路有将近三千七百人受灾 关丹 立碑 老物和儿联突分别都有超过两千人 滞留在救灾中心 今早七点彭亨河水位已经超过了危险水平 第一期东海岸大道也关闭了第113公里 和115公里双向路段 吉兰丹也有四个区一千四百九十九人受灾 三条主要河流也越过了危险水平 而登家楼灾情反复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 灾离人数一直起起跌跌 目前有两百五十六人住在五个庇护中心 与此同时 气象局今天早上也向吉兰丹发布了橙色警告 预料墙降雨会持续一整天 而登家楼 彭亨 槟城 玻璃市 吉打 霹雳和沙巴 也可能出现恶劣天气 根据气象局最新发布的橙色警告的地区 分别是巴西马 日里 马张 丹纳美拉 瓜拉吉赖 以及华旺生 气象局也预测班岛西海岸 沙巴和沙拉月今年下午会有强风暴雨 持续到晚上 而吉兰丹 登家楼 彭亨和柔佛东部沿海一带 也会出现狂风巨浪 地湾地区可能发生闪电水灾 并带来破坏 民众受怵要小心 另外 彭亨 淡马鲁一名男子在住家门前观察淹水情况时 不幸触电倒下 送院后不至 淡马鲁警区主任 莫罕默尤斯里证实 这起事故昨天傍晚六点半发生在甘榜巴雅阁支 死者是一名41岁的男子伊斯拉夫 家属指出 死者当时观察淹水情况时 抓住车房的一根铁柱 他的母亲突然看到死者好像触电 赶紧上前想要救他 不过一碰到他的身体后 就瞬间被弹开 死者的哥哥随后将死者送到诊所急救 不过为时已晚 至于死者母亲也送入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将这起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 国能公司已经展开调查 鉴定漏电原因 请不吝点赞 鉴定漏电原因 国际消息方面 香港警方再有大动作 今天清晨六点开始上门拘捕涉嫌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民主派初选领袖 大约50人漏网 警方也搜查了香港媒体《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的办公室 要求交出文件 这是港版国安法落实以来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根据民间人权阵线脸书专业更新的名单 被捕人数已经有48人 当中包括戴耀廷 陈敖辉 图景深 尹赵坚 林卓廷等等 而正在服刑的黄之锋也在名单内 黄之锋的脸书专业也表明警方到住家搜查一个多小时 另外 根据区议员武建伟的脸书直播 上门警方指武建伟去年参与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 严重干涉和破坏政府 已经构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法新社引述警方的消息也证实 大约50人已经被国安处逮捕 但是截着目前 香港警方还没有出面交代 逮捕人数和详情 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宣称 中国允许专家前往当地调查疫情的源头 不过 时任组成的国际专家小组 星期二却出师不力 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审批签证 结果大多数人临时无法启程 有的则是出发后被迫折返 世卫组织总干事谈的赛大表失望 强调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 不过 中国当局已经向他承诺 会加速处理程序 让一切就识 疫情爆发一年了 病毒源头依然扑朽迷离 世界卫生组织声称 在中国政府的共同安排下 派遣一支10人的国际专家小组 前往武汉搜集样本 调查病毒源头 但是世卫组织星期二召开记者会指出 在过去一天 小组成员从世界各地陆续动身 大多数人却在最后一刻无法启程 原因是 中国政府还没有审批签证等必要许可 世衛組織剪輯項目負責人瑞安 表明 已經啟程的兩名專家 後來也因為簽證問題 被迫打到回覆 他希望這只是一個後勤和官僚問題 很快就能淫潤而解 另一方面 目前全球已經有三十多個 國家開始為高風險群體接種疫苗 世衛組織提醒各國應該避免疫苗 民族主義 不能只顧短期利益 這些是我們必須合作的困難 但如果我們一起合作 我們可以贏各種競爭 和進行疫苗前進行疫苗 也會限制疫苗的機會 更加避免疫苗 而我們目前有的健康技術 至於歐盟方面 目前只允許有條件使用 美國和德國企業研發的輝瑞疫苗 歐洲藥品管理局遲遲沒有批准 美國另一款疫苗莫德納疫苗受到了各國施壓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星期二 在葡萄牙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後表明 向超過四億人口施打疫苗 是一項巨大挑戰 歐盟可能在接下來幾個小時內 達成協議 批准第二種疫苗投入使用 當局也日以繼夜工作 確保能夠增加可用疫苗的數量 另外面對新冠肺炎變種毒株危機的英國 星期二單日確診人數第一次突破了六萬人 創下單日新高 如今倫敦平均每三十人就有一人確診 目前當地第三度實施封城令 加速疫苗接種計劃 希望能夠全面防堵疫情蔓延 首相約翰遜希望下個月中 可以讓一千三百萬人接種疫苗 到時就可以解除封城 但是各方質疑未必能夠達標 新冠肺炎變種毒株和冬天的加成效應 英國再度封城之際 星期二的確診數字突破六萬人 面對疫情嚴峻 英國首相約翰遜仍然大派定心丸 強調政府會在第三度封城期間 優先為年長者 前線醫護人員和身體較為虛弱的 英國人注射疫苗 約翰遜樂觀預測將會有一千三百萬人 能夠在下個月中之前接種疫苗 樹立防護盾 面對疫情 再次反彈 民怨四起 英國在野黨領袖史塔莫星期二敦促 約翰遜政府必須立刻啟動大規模和二十四小時的疫苗接種計劃 他更形容這是一場病毒和疫苗之間的競賽 只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 才能打贏這場抗疫戰 我們現在需要政府製造英國人 我們現在需要政府製造英國人 這意味著使用這個封鎖遜 去建立一個大延遜疫苗的疫苗 在這月末天的疫苗 在每個城市 每個城市 每個高公道 目前英國有超過兩百七十七萬中確診病例 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人死於新冠肺炎 也是全球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英國首席醫療官惠蒂指出 隨著入院病患人數與日俱增 他預測一月份的死亡人數還會增加 但相較於去年三月的第一波疫情 如今醫療團隊已經找到更好的治療方式 和藥物對抗疫情 足以防控疫情 另一方面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朗斯 也表明 如果按照科學理論推測 從南非傳播的變種毒株 可能影響疫苗的有效性 不過目前下定論還言之過早 研究團隊還需要仔細觀察接種疫苗者 身上所產生的抗體才能判斷詳情 如今新冠疫苗供不應求 歐洲各國陸續計劃推遲為民眾注射 第二劑疫苗 擴大接種人數之後 再從場記憶 不過輝瑞疫苗的共同研發商 兼德國企業BioNTech星期二就警告 如果疫苗施打的間隔期拉長 恐怕防護力失效 BioNTech強調 目前沒有任何數據證明 兩劑疫苗的接種時間相差三個星期仍然安全和有效 因為不同施打時程 需要重新評估 疫苗是否安全和有效 所以疫苗接種間隔期拉長 還是要進一步研究疫苗有效率 根據臨床數據 輝瑞疫苗的有效率達到95% 接種者注射第一劑疫苗之後 預料12天內產生局部的防護力 必須需要相隔21天注射兩劑疫苗 才能夠產生效用 目前丹麥 英國和德國陸續表明 將疫苗施打間隔期拉長到三至十二個星期 巴西經濟瀕臨崩潰 總統歸咎於疫情和抗疫限制措施拖累 甚至宣布巴西破產 詳情稍後回來 歡迎回來 邀關美國參議院控制權的喬治亞州複選 星期二登場 選民投票時間在晚上七點結束後 計票程序如火如荼開跑 目前兩黨勢均力敵 最終結果最快在星期三才出爐 根據紐約時報統計數據 截至我國時間中午十二點半 尋求連任的共和黨現任參議員博度 得票率是50.08% 稍微領先得票率為49.92%的民主黨人奧索弗 另一個參議院席位的競選人 競選者民主黨人萊夫勒的得票率為50.4% 暫時領先共和黨參議員沃諾克的49.6% 過去數十年來喬治亞州的參議院議席一直都是共和黨人的囊中物 因此對民主黨人而言這場選舉絕對是一場硬仗 而這次的選舉結果將決定民主黨能否獲得參院的控制權 也決定了拜登入主白宮之後會否成為撥腳壓總統 美國總統特朗普倒數兩個星期即將卸任 不過最近是動作頻頻 他星期二以資料安全威脅為由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人交易時使用支付寶QQ錢包或是微信支付等等 八款中國的支付應用程式 美方表明目前列入禁令的八個中國支付手機應用程式 會自動攜取來自美國百萬用戶的大量訊息 包括敏感的個人資料 因此有必要採取行動保護美國安全 這項總統命令將在45天後生效 也就是後任總統拜登上臺之後才生效 同時特朗普也指示商務部 繼續評估可能威脅美國的其他應用程式 防止其他國家竊取美國用戶資料 巴西總統伯索納羅競選時雄心壯志 打著重振經濟的口號上任 但是當地經濟如今是瀕臨崩潰 總統伯索納羅歸咎於疫情和州長支持抗議限制措施所致 這名極右翼總統不僅自行宣布巴西破產 自己無能為力 也歸咎於媒體 新冠疫情肆虐在巴西奪走了二十萬條性命 超過七百八十億萬人確診染疫 失業率也不斷創下新高 巴西政府向六千八百萬人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 提供為期九個月的緊急援助 最後在高水平赤字和債務的壓力下被迫喊停 不過外界普遍預料巴西經濟目前主要的癥結 不在於資金不足 而是缺乏明確的計劃 無論勃索納羅的言論多麼強烈 都只是誇大其詞 而背後的用意是要削減緊急開支 同時平衡政府帳目 在後疫情時代 疫苗問世和接種計劃有望讓世界重回正軌 世界銀行預估今年的全球經濟將增長4% 不過是引警告 如果各國的決策者不果斷阻止疫情蔓延 復速力道可能緩慢發力 世界銀行星期二發布了最新一期的 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去年萎縮4.3%後 有望在2021年恢復增長趨勢 由於發達經濟體經濟收縮幅度比較小 中國經濟復甦較預期更加強勁 去年全球經濟損失程度比之前預估的來得低 不過各國經濟增長前景依然有很大的不確定因素 包括新冠病例持續上升 疫苗延遲推出的不利情況下 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可能限制在1.6% 但是如果有效控制疫情 疫苗接種進程加快 經濟增長率或許能夠提升到接近5% 而中國經濟有望增長7.9% 美國則有望達到3.5%的成長率 冰城哈爾冰因爲新冠疫情奢色不少 忘記旅客人數不如往年 稍後回來有相關報導 歡迎回來 新冠疫情蔓延到運動圈 七名選手星期天到國家體育理事會 報到集訓篩檢時 結果確診染上病毒 其中一人就是很有機會征戰 東京奧運會的跳高名將李和偉 由於李和偉沒有出現症狀 所以發現自己染病時也非常震驚 目前他居家隔離身體狀況良好 妻子和所有近親也進行了病毒檢測 正在等待結果 33歲的李和偉是東南亞運動會四面金牌得主 如果順利出征東京奧運 將是他第三次登上奧運舞台 除了李和偉另外6名確診的 包括了一名田徑運動員 一名聽障保齡球員 兩名輪椅籃球員 和兩名輪椅綁球員 一名地板滾球隊 遂行人員也確診染病 隨著新冠疫情 在中國北京、瀋陽和大連等等 多個城市有死灰復燃的跡象 讓哈爾濱冰雪節黯然失色 雖然冰雪節如期開幕 不過大型活動全部取消 有客量也只有往年的八成 至於曾經在旅遊旺季忙碌不已的導遊 也被迫閒在家等待工作機會 燈光照耀下一片雪白的哈爾濱 彷彿換上了新裝 成了絢麗奪目的冰城 然而這座冰城卻因為肆虐了超過一年的新冠疫情 而黯然失色 每年的12月到隔年2月份 都是當地的冰雪旅遊旺季 也是當地旅遊業最忙碌的時刻 不過疫情籠罩 遊客大幅減少 曾經供不應求的旅遊導覽 都只能待坐家中 像往年的話 一到冰雪節這個期間 導遊的這個上團的數量 基本上就供不應求 像今年的話 就會由一些導遊就會富賢在家 2021哈爾濱冰雪博覽會 如今也改成線上舉辦 雖然現場依然有兩大熱門景點 如常開放給遊客入場 但是新年倒數活動 東勇還有白色婚禮等等群聚活動 通通取消以策安全 截至昨天為止 哈爾濱沒有出現新冠肺炎新病例 不過臨近的瀋陽和大連 卻成了疫情新熱點 無疑連帶打擊哈爾濱的旅遊業 我覺得哈爾濱旅遊可能短期之內 包括中國旅遊 可能還是會因為這個冬季的疫情的 這樣的一種偶發 可能還是會帶來一些連鎖反應 會帶來一些市場的波動 雖然對於疫情什麼時候能夠真正結束 沒有人解答 但受訪者堅信 現在的困頓只是暫時階段 未來哈爾濱的冰雪旅遊前景 依然一片大好 中國廣西南寧市上空 上個星期五出現了罕見的景象 一半的天空是晴空萬里 碧藍清澈 而另一半則是烏雲密布 灰暗陰沉 形成了一道神奇的邊界線 現在的最後一起去瞧瞧 半形半音的天空景色 感謝收看這集的五天新聞 我是周秀陽 我們再會 未來的經常 角色 吸引 訣 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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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